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这首歌的歌词一样 诸天王武歌唱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物都在高声的欢呼 耶稣降神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 这份浓厚的欢庆的气氛 还有这份爱在我们当中呢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诗歌 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 再一会再回来 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 听见大海在梦后 万民都在阳神歌唱 耶稣基督已扶货 你是否感觉人心惶恐 听见万民在歌颂 去丧人们开始呼喊 耶稣基督我救助 我们看见神大能运行 火水江河 卷留向万房 男女老友 都转向耶稣 天堂打满阵敞开 来与备复活救助降临 天堂满大开 音乐响起来 人在美充满这世界 唱出心盼望 喜乐永上来 欢呼她的功义又存在 黑暗势力正在缠斗 当主把心同心歌颂 闪穿消息灰尘河流 吸尽一切破碎忧愁 我们看见神大能运行 我谁将河沉流向万房 老友都转向耶稣 天堂打满阵敞开 来与备复活救助降临 天堂门打满阵敞开 音乐响起来 人在美充满这世界 天堂打满阵敞开 天堂门打满阵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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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参与很多很多教会的服饰 当他服饰完了之后 有一个朋友来跟他聊天 在问他一些问题 结果在教坛结束之后 那位朋友呢 就问他说 当你在戴敬拜的时候 群伤会震动吗 哇 这个问题呢 就非常非常让Martin惊讶 其实在Martin的心中 他觉得 敬拜呢 不应该只是在室内 好像是在教堂里面一样 而是真实的敬拜 是可以带到街头上去 是可以影响整个世界 是可以影响整个环境的 所以当我们在大声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象 哇 神的同在 神的降临在当中 你能想象吗 如果当神的同在 是很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其实天地 整个环境 都会被震动的感觉一样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听另外一首诗歌 就是荣耀归于真神 因为我相信呢 真实的荣耀 真实的敬拜 绝对是可以让每一个人 感受到神的同在 而且是欢欣快乐的 我们就先来欣赏 这首好听的诗歌 至一个诗歌 在一首歌 rainbow 叫对不是 fine 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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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山 牧羊人黑夜收羊群 荒野底留恋更深 不闻中天世宝嘉宾 有高天船的凡尘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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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山山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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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山山 荣耀 荣耀 荣耀归于山山 荣耀 荣耀归于山山 荣耀 荣耀 荣耀归于山山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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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印象 在你的记忆里面 你收过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 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每一次只要收到礼物 我们都会觉得 哇 很特别 因为以前都没有看过耶 今天在我们单元当中呢 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关系 因为是客人呢 要送礼物给老板哦 这位客人呢 叫做彭成 他是骑机车上班的上班族 有一次因为机车需要修礼 所以他就去机车行 而认识了这位老板叫做树林 当树林老板呢 修完机车之后呢 在他的机车后面 送他一块挡泥板 然后在挡泥板上面写着 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 所以当彭成看到的时候 觉得哇 非常的特别耶 怎么会有人用挡泥板 来做礼物呢 原来这位老板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他是用挡泥板来用另类的传福音方法 所以彭成就觉得非常有创意 于是呢 他也回送了一块挡泥板给老板 那这块挡泥板呢 现在就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 你看这个挡泥板 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是感受到是非常的有心 因为一般我们看到的挡泥板啊 上面都是可能有明星的脸啊 或者是打广告之类的 可是我们的挡泥板不一样 有经文祝福您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而且呢 在这个挡泥板上面还有卡片哦 我们看看卡片写什么 愿神纪念您所做的 期待他永远在您身边 圣诞快乐 彭成 这是彭成要送给树林老板的挡泥板 还有卡片 这都是他亲手所做的 我相信呢 神给我每一个人 都有很多的创意 来传福音 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我想今天看到这挡泥板 就是最好最棒的例子 那彭成也要点播一首歌 要送给老板 希望他一生呢 都可以走在神的同在当中 叫做在你身边 我们一起来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恩西在这里 在这里 哦 我 难可牧尼 我只盼我能与你 与你同在天天活在你面前 哦 我 要与你同行 我要穿越高山岭湖 我要登上 fa 我要 πολ Find신 vasem 我要陡在水面 竹幕已选择要跟随 我要跨越高山地雨 我要跨越高山地雨 我要敏在水面 又远 告诉我要为你深圣什么 就只叫我当心的路 生命完全属于你 来成就你指引 在这里多足作望 我愿意去成全 我要穿越高山的谷 我要心脏水灭 祝我已选择要跟随 在你身边直到永远 我要穿越高山的谷 我要心脏水灭 祝我已选择要跟随 在你身边直到永远 真的是很期待在我们的身边呢 有更多更多的鸡村行的老板 我想这样子一个温馨的行动 然后有一个意外顾客的回应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发生在我生活当中 真的真的是会让我们 非常非常的难忘 在我们圣诞节当中 我们会收到很多不同的礼物 会让我们惊喜 可是圣诞节过后呢 12月26号 有一个流传下来的节日 叫做Boxing Day 其实这个Boxing Day 是在像美国啊加拿大 有一些海外的国家 他们就会透过26号 因为很多的礼物都开始在打折了 所以他们就会趁这个打折的时候呢 去购买一些商品 或者是有些企业家 有些机构呢 他们也会利用这样的时间 把一些礼物呢 送给有需要的家庭跟朋友 那Boxing Day是怎么样来的呢 其实在19世纪呢 在英国有一些有钱人 他们就把一些物资给一些 他们就捐给一些贫穷的人 那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去分散一些 就是他们要给予的一些祝福 那慢慢演变成 就是现在的Boxing Day 那为什么要用Box 就是用盒子这个名称呢 有一个传说是 就是当在这个节日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牧师呢会打开奉献箱 将里面的钱呢 送给一些比较贫穷 生活困难的家人 所以慢慢的呢 就会沿用这个名字 一直到今天了 我想Boxing Day呢 就是要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圣诞节这个节日 我们领受 还有接受了很多的祝福 可是在Boxing Day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将 我们所领受的祝福 能够分送出去 给有需要的人 让这样子的爱 还有这样子的心意 能够不断的流传下去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也要祝福大家 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 一月后下一次见咯 拜拜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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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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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我思想起自己从出生一路经过许多的陪伴与同在 出生那一刻医生护士的同在 父亲母亲的陪伴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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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同在的扶持与帮助 同在的医治与喜悦 我都曾经一一体验 并且从其中得到力量 然而我更惊奇的是 在至高之处的神 竟然乐意和微小的我亲近 如同父亲亲近儿女 如同母亲怀抱婴儿 如同新郎喜悦新娘 如同牧羊人引导小羊 诗人大卫说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主 谢谢你 在你的名字里 我知道了天父的心意 也经历甜美的陪伴 并且确信你的承诺 你要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祷告 封住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